脂肪干细胞能够广泛应用在许多治疗 包括了慢性伤口皮肤修复 还有皮下软组织填充 慈禁医院细胞治疗科主任邓守成表示 脂肪干细胞在美容医学上发挥的作用 不仅让病人免于多次手术治疗 可以恢复病人自信 在添加脂肪干细胞的软组织重建技术上 让退化性关节炎可以用脂肪干细胞 或者是骨髓干细胞来做治疗 施打之后一个礼拜 就会明显感觉疼痛指数下降 稳定改善日常生活及运动的状况 抗细胞可以透过抗发炎 抗细胞的凋亡 以及释放细胞生长因子 促进血管的新生 减少退化性关节炎的发炎疼痛 邓守成主任指出 细胞疗法是医疗进展新趋势 也是继传统的药物控制 以及医疗器材之后新的治疗方式 缺细胞补细胞 是当前再生医疗 最自然与热门的议题 之前还没来做这个注射之前 爬楼梯的时候会卡卡 如果走久了以后 你就会觉得说他会不舒服这样子 也不能站太久 就会感觉到他会有疼痛 会有痛的感觉这样子 细胞治疗我们现在特别通过了 大概是从骨髓里面抽出来的血 然后去培养把里面的干细胞拿去做培养 培养到这个10的七次方 大概上千万个干细胞之后呢 我们再回溯到病人的关节腔里面 让这个干细胞在膝关节里面 能够去不断的发挥它的作用 然后产生再生的功能 软骨做再生 患者许多是意外事件 如车祸外伤或是公安意外烧伤烫伤 或者是公安意外烧烫伤等 造成颜面缺损或是组织变形 这些状况往往导致病人在关节活动上受限制 延伸出社交生活上的障碍 透过脂肪干细胞治疗方式 以达到软组织重建的目的 也能同时重建病人的信心和勇气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报道